残琴 大家好,我是哥德尔南 歌舞员徒弟小宝 让外国小伙尝试了通比拳的发力 一个铁山靠,让对方吃尽了苦头 刚想飘起来,被哥老师给震慑回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现在来看看事情的来龙区们 有声拜访完歌舞员以后 让歌舞员试图的团队再次壮大 就差一匹白龙马了 就可以去西天去京 歌舞员的这三位徒弟可不是一般人 大师兄赵宏刚,是一位跑酷冠军 见识到歌舞员通比拳的发力以后 直接拜师 吴迪小宝,身高1米98,体重是298斤的小胖子 是国家赛艇运动员 人高马大的他,就算不练习通比拳 一般人也不敢招惹他 现在学会了通比拳的发力,堪比长城炮 歌老师能把红牛单手挫坏 他直接把红牛拍扁 这力量看着都吓人 刚拜师的龙洞军营收,实力更是小荡荡 是一位最让人信服的人 别人还在为批砖而苦练死 他已经在批,额揽死了 刚刚拜师就来检验打半手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准备了两个半手,一大一小 小的半手,他平时里打忘了 可是这一个大的,打了几下,维持不动 只能请师兄小宝来帮忙 这么大的半手,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以他的实力来说,打这个半手,问题不大 师兄这么厉害,游生也是一定夸 我都没见到,说实话 真没见到有谁把这个这么厚的半手打完 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人 这真是,一个敢夸,一个敢接受 让师傅、歌务员,情何以堪 对,还有师傅,来来来来来 两人赶紧请师傅出山 歌老师只用了三下,肉眼可见的恢复 半手已经打直 小宝批端,直接就是三块脊部 和师兄赵宏刚互相抽皮条 玩的不亦乐乎 简直就像见到了仇人一样 咬牙切齿的,往死里互相伤害 一巴掌拍在师兄身上,立马呈现大学档印 这也没有同平师兄对的诚意 气得师兄都要跟他拼命 这么厉害,街头实战的话会是怎样呢 小宝亲眼让你见识一下 在街头实战中,遇到三个人该怎么办 他可以说是一拳一个 最后一个不用打,直接就跑了 说句实话,以前物不相信李苏维 一招服务拳,能把人脑袋拍出回脖子里 看来只要下苦功夫,是真的可以办得到 小宝可以说已经掌握了通美权的精髓 这不在公园练功时,把一群外国小伙给吸引住了 真的抢着都要感受一下通美权的发力 小宝两只胳膊碰到一起 发出的声音,让外国人难以置信 非要体验一下 这位外国小伙,比小宝还高速很多 小宝这一招铁三靠,果然名不虚传 没有第二个人敢再抗一次了 单手戳破啤酒瓶,震惊现场出老人 现在小宝的功夫已经得到认可 竟公然向师父发起挑战 师兄的力道已经感受不到了,想感受一下师父的 觉得他有点着舌的节奏,哥老师只能满如他这个愿望了 一掌下去,后背发烫,大出血印,这可不是一般的疼 他这次哑巴吃晃连,有苦说不出,只能吵假人杀气 我感觉,师父还是新人徒弟的,没有使用权力 后续的劲都谢了 以后可别轻易的试探师父的实力了 想另一门祸还早呢 各位大佬,对于这件事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谢谢,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